大家好,我是小莉 今天来分享一个小零食 黑芝麻酥的做法 低糖,少油 吃上一口又酥又香 在大碗中打入一个鸡蛋 加入30克白糖 55克的玉米油 先把所有的材料搅匀 再筛入165克的低筋面粉 我们做小糕点的时候 用低筋面粉,口感会更好 在面粉中加入1克小苏打 2克泡打粉 再把所有的材料拌匀 我们一定要用这种翻拌 或者是切拌的方式 把材料拌匀 按压好了以后是这样的状态 再加入25克的熟黑芝麻 再用手把它翻拌均匀 一定要用翻拌 或者是这样按压的形式 来把所有的材料混合均匀 避免面粉起筋 面团揉好了以后 我们可以直接揪下来一小块 然后把它揉圆 每个小剂子 每个小剂子我量了一下 是16克 一共做了20个这样的小饼干 都做好了以后 把生胚放到烤盘上 再用手在中间按压一下 烤箱开上下火 170度提前预热 把烤盘放在中间的位置 烤25分钟 因为每家的烤箱不同 所以在烤制最后几分钟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看好火 避免颜色上的过重 烤到芝麻酥鼓起 颜色金黄 就可以出炉了 出炉以后 再放到量价上面 放凉 就可以装盘上遮了 这个芝麻酥油和糖的比例 像我这样做是刚刚好的 既不油也不甜 吃起来呢又酥又香 如果是喜欢吃甜食的朋友 也可以稍稍的多加一点糖 和食用油 这个小零食的做法特别简单 家里的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 你也动手试一下吧 我是小莉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留言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见